学佛 一 学佛一定要从观经三佛修起 不从此修行就没有法子成就 佛讲得很清楚 这是三世诸佛 敬业正因 换句话说 过去佛 现在佛 未来佛 成佛一定都走这条路 我们要是不走这条路 想成佛那是不可能 佛法里讲孝顺父母 是要令父母离苦得乐 才是真正孝顺 所以真正孝顺 要劝父母念佛 奉侍师长也不容易 奉侍师长是不是把老师生活照顾好 不止如此 你看 普贤菩萨行愿品 讲供养 诸供养中 法供养罪 法供养中 又以医教修行为第一 普贤菩萨的标准是把老师教我们的 我们都能领会 都能接受 都能实行 这才是奉侍师长 三副之一是 孝养奉母 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这是基础的基础 没有这个基础不行 四是 受持三规 具足重戒 不犯威夷 是基础的第二层 三是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成 劝尽行者 不是基础坚实 然后念这句阿弥陀佛 一念相应 一念佛 才能往生 从这个基础上 建立信愿行三资粮 才能稳稳荡荡往生 学佛是从哪里学起 从 效养父母 奉侍师长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做起 这是根本的根本 是学佛的基础 这个要是做不到 戒律就不要谈了 没分 好像盖房子一样 这是地基 戒律 是第一层楼 禅定 是第二层楼 般若 是第三层楼 孝亲尊师 慈心不杀 修食善业 是地基 你连这个都没有 还谈什么戒定会 孝养的范围非常广泛 不仅仅是物质的生活 如果只限于物质生活 畜生也办得到 人与畜生不同之处 最重要的是 养父母之志 光大父母之德 此大效益 当前使父母在社会上 久远的使父母在历史上 都能受到大众的尊敬 方式真正尽孝 如何能做到 必须自己成圣成贤 圣贤的父母哪个人不恭敬 不但人恭敬 鬼神都恭敬 不但鬼神恭敬 诸佛菩萨都恭敬 这才是真正效养父母 修行 就要从这里起修 孝顺父母 不只是对父母一切 供养周到就叫孝顺 那个意义太浅了 佛法里讲孝顺父母 是要令父母 离苦得乐 才是真正孝顺 这一世善 来世不善 不是真善 来世善 后世不善 也不是真善 今世不善 来世后世善 这是真善 所以真正孝顺 要劝父母念佛 有人说 我劝父母念佛 他们不相信 你要把他们 不相信的原因找出来 把不信的原因消除 他们就相信了 家人一定要和睦 这就是佛法 学佛学到一家不太平 是错的 家人为什么反对你学佛 这里一定有道理 是你自己学错了 你并没有依照佛法去做 静中修学 要从三福修起 第一是效养父母 你能效养父母 父母怎么会反对你学佛呢 如果你学的佛 就不孝顺父母 不听父母的话 看到学佛的同修 比什么人都亲切 疏远了没有学佛的家人 认为父母家人作恶 其实是自己在造罪业 这是自己错了 将来你能不能往生呢 说老实话 不能往生 念佛念得再好 都不能往生 所以学佛的同修 第一要家庭和睦 十善业后面的三条 义善就是无贪 无称 无痴 就是三善根 所以三善根也在三福之中 你就知道很重要 没有三善根 经上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 你就没份 可见这个重要 一定要认真地修学 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贪 与一切逆境决定没有称慧心 对于一切事里 自己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即不愚痴 不会被人蒙骗 清楚明白而不贪不吃 顺境里没有贪爱 逆境里没有称慧 顺逆境界中 修自己的清净心 修自己的平等心 修自己一心念佛就对了 今天我们展开无量寿经 阿弥陀佛就是我们的老师 无量寿经 就是老师对我们的教训 我们有没有把这些教训记住 有没有把这些教训做到 果然把这些教训体会明白了 记住了 依教奉行 这才是奉事事章 今天这个世界是乱世 有史以来没有现在局势这样的混乱 如果要找这个混乱的根源 就是大家把诸佛菩萨 圣贤人的教训舍弃了 我们要是指望佛菩萨来救 是没有用处的 必须把自己变成佛菩萨 来拯救这个社会 从哪里救起 从孝亲尊师做起 兴起一个带头作用 模范的作用 做给别人看 这是深教 这就是弘法立生 就是劝导一切友情 给他最丰饶的利益 我们今天开发性德 明心见性 用什么方法 孝敬 所以把孝亲之心 扩大到能孝顺一切众生 敬仰师长的心 扩大到敬仰一切众生 就能明心见性 从分别一直修到无分别 我孝亲尊师是有分别的 扩大之后就没有分别 没有分别就是性德透露 就是明心见性 这是要下功夫去做 要认真去做 所以学阿弥陀佛 决定不会错 当相于佛 常念诗恩 如果把这两句做到 护持正法 弘扬久远 自自然然就做到 这是洪传的根本法 一个孝亲的人 常常会念秦恩 绝不会使自己的亲人蒙羞 孝经上讲 我要是做一桩 对不起人家的事 我的父母面子上没有光彩 这不是以自身厉害做标准 而是以父母的荣辱做标准 今天我们孝顺于佛 一切以佛的光荣为标准 我们起心动念 一切造作 对得起佛 对不起佛 要以此为标准 佛不在世 距我们远了 我们今天接受佛法 是祖师代代相传 一代传一代 对这些老师 应当要常念诗恩 我们能不能对得起老师 做一桩不可告人的事 我们就对不起佛 对不起老师 常常有这标准存心 你在世间决定是好人 在佛法里决定是善人 你自修决定成就 立生决定真实 二 阿弥陀佛一心一意 庄严净土 所为何来 不是他自己享受 是给大家受用 他愿十方世界一切众生 都生到他那里 享受他的成果 实在了不起 有福 愿意给一切众生共享 不是个人独享 我们学佛学什么 就是学这个 有福 不要自己享受 福报现前 让大家来享受 福报就越积越大 享福的人数越增加 福报就越扩大 这是菩萨型 不着相的福报 大得不得了 没有法子能计算 没有法子能形容 你真正不着相 积功累得 大福报就现前 切记将福报扩大 让法界一切众生共享 把我们所修集的一切功德 自己不要享受 贡献给一切众生 这叫回向 我们今天修福造福 福给大家享 这叫回向 佛教菩萨不受福德 自己不享福 所造的福德是无有穷尽 自己若享受 福德会享完 富贵会享尽 不享福是真正的享福 是真正的受用 从现在起 努力做诸功德 置心回向 一心一意 求生净土 专念阿弥陀佛 断恶修善 把功德都回向求生净土 也就是自己修集的功德福报 都不要享受 作为往生的资粮 灵命忠实 才能心不颠倒 没有病苦 为什么没有病苦 这是福报大 平常修福 习福 而不享福 留到最后那一刹那享受 一生修集的福报 在临终时享受 所以能不生病 大福报现前 欲知实质 没有病苦 走的时候自在潇洒 决定往生 为什么天天要回向 念念要回向 还债解悦 菩提道上才能一帆风顺 回向记 要从心里发出来 口念没有用 心口要相应 回向记上 明明教我们 上报四重温 下记三土苦 这两句话 把冤情都包括了 正因为我们要解决 这个很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所以才认真努力的修行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 精进努力修行呢 为了报恩 为了还债 为了解怨世杰 希望五始杰来的冤金债主 能在这一生中都能了结 不要等到来生 三 无量受佛 意欲渡脱十方世界 诸众生类 皆使 往生齐国 西令 得尼环道 做菩萨者 令西做佛 这是弥陀 无尽大愿的结规 阿弥陀佛建立 西方极乐世界的目的 就在此 所以佛弟子 尤其是 阿弥陀佛的学生 必须建立相应的宏愿 参赞弥陀 化育众生的大业 这是弥陀 了不起的事业 我们非常荣幸能参与 布什波罗密 是修行最重要的一个课题 一切放下 应无所重 一切要舍 舍得干干净净 身心清净 才是法器 才有资格学佛 学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 度量要大 要能包容 第二 要能笑脸迎人 冤亲平等 万法一如 能与一切众生 和和相处 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学佛 才有资格 祝佛门 四 我们今天学佛 首先要发成佛的愿 要发帮助一切众生的愿 这是菩提心 从哪里做起 要先断烦恼 再学法门 断烦恼 就是我们这一生 努力的目标方向 学法门 流到西方极乐世界再开始 我们在这一生 不学法门 因为法门太多 寿命太短 学不了 所以在今生今世 是完成第一个目标 断烦恼 信愿 持名 求生净土 真正学佛的人 目标是成佛 不求世间的名利 不求人天的福报 尽我们自己的能力 为众生造福 最大的造福 是帮助众生 开佛之鉴 悟佛之鉴 入佛之鉴 这是第一等大福报 所以提倡印经 讲经 都是帮助众生 开佛之鉴 悟佛之鉴 入佛之鉴 五 学佛要把心量脱开 不要念念想到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利益太小 太短暂 一口气不来 你的利益在哪里呢 自己的利益能享受几时呢 愚痴到了极处 不能把佛法红遍世界 流传久远 自然福德 生生世世 想不尽 四红誓愿是成佛之道 首先教你发愿 拓开心量 不能起心动念 就想到自己的利益 这样心量太小了 佛教我们发愿 要利益一切众生 要度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自然包括你的家族 你的家人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每一个人 他们的心愿都是要普度一切众生的 你的心量太小 只度你一家人 只度自己 你自然跟他们谈不来 思想 见解 不相同 你怎么能去得了 所以一定要发大心 你的心量大了 诸佛互念 隆天互耻 佛法讲的善恶 凡是利益自己的都是恶 利益别人的才是善 因此 佛教我们的方法 是起心动念 想别人 不想自己 我们修净土的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 他发48月 哪一月是为自己 他的心量大 念念为法界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上自等觉菩萨 下至地狱众生 弥陀的心愿是圆满的 我们学佛 要在这个地方学 大成比小成高明 用的方法巧妙 就是念念不想自己 念念都想众生 我自然就淡忘了 大成法里 念佛法门尤其殊胜 尤其巧妙 他教我们 念念想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的心愿 想阿弥陀佛的行持 阿弥陀佛48月 普度法界一切众生 心量之广大 无量无边 确实不是其他大成菩萨 能相比的 大师至菩萨在 念佛圆通章中 教我们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意 是心里想 想弥陀本愿功德 弥陀本愿功德 就是第六品48月 所以48月要念得很熟 心里有念头 就想弥陀本愿 想久了 弥陀本愿就变成自己的本愿 我们的心愿 跟阿弥陀佛相同 这是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 常常意念 弥陀本愿功德 常常思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 这是最健康的思想 学佛的人 首先要有健康的思想 才有健康的身体 胡思乱想 是一切疾病的根源 如果觉得身体不好 自己就要觉悟 身体为什么不好 一定是胡思乱想 是非人我 五欲六成都不要想 那是不健康的 学佛的人应该把这些念头 全部放下 想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就对了 六 我们要想像佛一样成就 单单希望果报没有用处 要学他的音形 学他尽心尽力 帮助法界一切众生 齐成佛道 弥陀在音地怎么做 我也学着怎么做 这是学佛 所以学佛不是天天念经 拜佛 那是行事 修一点人天福报而已 修行要从心地 从言行里 学得跟菩萨跟佛一样 他们是怎么存心 我也怎么存心 他们怎么对人 我也学得这么对人 这是真正学佛 真正修行 既然学佛 心要向佛心 行持要向佛的行持 这样才要把握在这一生中往生 如果这一生不能往生 三恶道决定有份 很难避免 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七 我老师读读这部经典 老师念这句阿弥陀佛 要把弥陀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本愿 我的愿跟佛就相同了 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 见解 都能依照这部经典做标准 把它修正过来 使我们的见解思想看法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 这是解同佛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为 也要依照这部经典的教训 都把它做到 我们的行也同佛 心同佛 愿同佛 解同佛 行同佛 恭喜你 一定是上品上升 只要你的心愿解行与佛相同 老实说你现在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大菩萨 不是凡人 我们学佛 阿弥陀佛是最好的典型 最佳的模范 我们今天依阿弥陀佛来塑造自己 看看他是怎样存心 我要学佛 他是怎样发愿 我也要学他 他是怎样修行 我也要学他 这样的人跟阿弥陀佛是真正的同志 哪有不在一起的道理 这就保证决定往生 一切时一切处念念反省 永远不离开佛 菩萨 祖师 大德的教训 这样我们才真正能与弥陀 释迦 乃至于十方一切诸佛 同心同愿 同德 同行 阿弥陀佛存的是什么心 我们的心要跟他一样 阿弥陀佛发的是什么愿 我们的愿要跟他一样 阿弥陀佛如何处事 待人接物 我们样样都要学他 阿弥陀佛不在此 我们怎么学法 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的心愿解形 要能将此经的理事教诲都做到 如说修行 就是跟阿弥陀佛学习 才是阿弥陀佛真正的学生 真正的弟子 务必要使我们的心愿解形 都跟阿弥陀佛一样 阿弥陀佛是什么样子 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 依照经中所讲的来修正自己 把经典的教训圆圆满满的 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 你要是做到了 我恭喜你 你不但往生 你成了阿弥陀佛 跟阿弥陀佛没有两样 这才是真正学佛 把无量寿经变成自己的思想行为 自己的思想行为就是无量寿经 你就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决定往生 本经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保证书 也是我们一生成佛的保证书 但不是念念就能成佛 要做到 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又不在我眼前 我怎么跟他学 须知这部无量寿经 就是阿弥陀佛 依照这部经典的理论方法 改正我们自己错误的想法 看法 做法 使我们的想法 看法 做法 跟经典所说的完全相应 就是学阿弥陀佛 完全相应 丝毫违背都没有 你就成了阿弥陀佛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为什么劝大家念这部经 因为弥陀的心愿解形 都在这部经上 这部经念得熟透了 不要学 自然就相应 每天不断的熏习 起心动念 自然就跟阿弥陀佛相应 这是决定得生的保障 看佛的像会起恭敬心 恭敬心是信德 对佛生起敬爱之心 这是灭罪得福 看到佛像 想到他也是凡夫修成的 我们今天也是凡夫 他能成佛成菩萨 我们为什么不成佛不成菩萨呢 见贤思奇 看到他 我发愿要跟他一样 这样灭罪 消夜的功德就更大了 我们供养阿弥陀佛的形象 一定要明经义 要明道理 见闻阿弥陀佛 就想起阿弥陀佛在经典里 教我们这么多宝贵的教训 这样瞻理阿弥陀佛 就有无量功德 供养佛像的作用 就是让他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经典里字字句句的教训 见到佛像 听到佛号 立刻就记起来 这才是学佛 九 佛是干教育这一行的 佛是老师 教化众生的 我们也学佛 所以行同佛 实际教化同佛 佛世界世间 生在帝王之家 他命中注定要做国王的 但是他舍弃国王 去当老师 当一个纯粹义务的教师 只尽教学的义务 不讲报酬 这样的老师 我们应当学习 自己的德恨没有成就 是无法教别人的 要自己先做个榜样 才能教人 学佛就是立志做个好老师 佛是天人师 既然是老师 自己一定要做到 庄严重刑 鬼犯巨足 为一切众生做个好榜样 化导社会 使每一个众生 自身健康快乐 每个家庭幸福美满 社会和谐 国家富强 天下太平 十 一定要把德师利害忘掉 把它丢得干干净净 然后无喜亦无忧 天下太平 我的天下太平 我跟你们虽然同住在一起 你住的世界不太平 我这个世界天天太平 你的世界多事 我的世界没事 我们学佛就从这个地方学 这叫真正学佛 在这个世间没有得失心 得到的并不欢喜 失掉也没有烦恼 为什么 得到是空的 失掉还是空的 根本就没事 得失不关心 很多人会讲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既然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还争什么 不要争 这两句话真正想通了 这个人就会开悟 身心清静 一尘不染 假如我们把得失的念头打掉 实在讲 这个人就很自在 很幸福 人的烦恼 都从患得患失而来 没有得到时 天天想得到 得到之后 又怕失掉 其实根本没有得失 这全是妄想 妄想 带来许多痛苦与灾难 真是冤枉 十一 诸位想学佛 一定要发菩提心 处事 待人 待人 待物 要用真诚心 别人恶意对待我 欺骗我 我还要以诚心待他 那我不是吃亏上当 不错 你不肯吃亏上当 你就永远当凡夫 如果你要想做佛 做菩萨 就得甘心情愿 吃亏上当 你要晓得 吃亏上当的时间很短 充其量 不过这一生几十年而已 这几十年过去之后 你真的成佛了 才知道没有吃亏 并没有上当 如果现前不肯吃亏 不肯上当 你生生世世 真的吃亏上当 这个账 要好好去算算 诸位一定要记住 处事 待人 接物 就用一个心 不用两个心 我念佛是用什么心 拜佛是用什么心 我处事对人 都用这个心 也许有人说 我用这个心 今天在这个社会上 处处要吃亏上当 没错 也许是吃一点亏 是要上当 试问 你能吃多少年亏 你能上多少年当 算你活一百岁 你这几十年的吃亏上当 将来做佛做菩萨 要是这几十年 不肯吃亏 不肯上当 将来生生世世 在三恶道 为什么不肯多想想 到底哪个吃亏 哪个上当 眼光往深远处看 吃再大的亏 上再大的当 也心甘情愿 保持心地的 清净洁白 决定不受污染 这个重要 学佛的人 人家骂我 我绝对不回一句 不起称恨心 因为他在替我销业障 业障销了 我感激都来不及 怎么会想报复呢 所以 对人为的加害 不要计较 不要认为自己吃亏上当 你真正没有亏吃 没有荡上 你明白 你的福报越积越厚 不但丝毫都不吃亏 实是占的大便宜 所以眼前 看似吃亏上当 财富名誉 都受损失 殊不知 一转眼 你的财富荣誉 不知又提升了多少 依教修行之人 诸佛护念 隆天善神保佑 哪里会吃亏上当 学佛的人一定要记住 不与任何人结冤仇 这是真正聪明人 真正有智慧的人 对于冤家债主要极力忍让 忍一辈子就还清了 所以要学着忍让 不要怕吃亏 不要怕上当 吃亏是福 不是祸害 往往消灾灭罪 忍让 决定是正确的 释迦摩尼佛在世时 上遭六群比丘 六师外道当面侮辱 背后立骂的更是多得很 佛没有跟他们计较 也没有跟他们辩论 骂随他骂 骂久了 骂累了 他自然就不骂了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 要忍 这是诸佛菩萨所修的 我们应当学